媳妇产五花肉了 今天给她带来一个新鲜点的吃法 咱们把这片五花肉给它割一下 这么多差不多了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溜酒 再给里边来两片姜 不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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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开后咱们把这个浮沫给它撇一下 皮子差不多 咱们把这个五花给它捞出 然后咱们把这个五花给它切成小块 这样切的话 它的皮相对来说规整一些 这样四四方方 这样的话四四方方比较好看 刚才那个不够四四方方 可能无法代表我的这个 高臭的厨艺 接下来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有没有两三层热 咱们把这个五花肉给它下这边 然后咱们把三五分钟以后 咱们把五花给它撈出 然后咱们把葱给它切成小片 接下来切点姜 咱们把姜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准备一个刚洗干净的砂锅 切好的姜片 把它码到锅中 然后给上边放点葱片 接下来咱把五花给它码到锅中 然后八九桂皮香叶 抽骨和凉姜 我给它下这边 来点生抽 蚝油 然后来点老抽 再来两粒冰糖 接下来咱们把主肉的原汤给它下里边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来块腐乳 最好是拿水涮一涮 拿水把勺涮一涮 接下来小火咱们给它炖上一个半小时 肉块炖的差不多 咱们这炒一个素菜 响应小伙伴们的号召啊 坤素搭配营养美味 炸完五花锅里边留了点底油 油温三成热 咱们把这个给里边来点肉丝 咱们把肉丝给它简单煸炒一下 煸至微微焦黄煸香以后 咱们把葱香蒜末给它在里边 简单给它煸炒一下 炒香以后咱们给里边来点皮鲜豆瓣酱 给它炒出红油 然后咱们来点生抽 然后给里边来点水 来点花椒粉 来点大料粉 捏捏捏老抽 接下来咱们把豆腐给它下里边 然后给里边来点辣椒粉 然后水开以后 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水煎粉 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不容易啊终于搞定了 我把这扣子给系一下 本来预计是要炖一个多小时的 结果真的是炖了一个多小时 哇完全相当scoey了 哇极其诱人啊这一块 这一块先给观众老爷们先吃 先给粉丝老爷先吃 我来替大家尝一下 好吃 不吹不黑啊真好吃 不吹不黑啊真好吃 鲜甜始终油润多汁 嗯非常是好吃 哎呀幸福 有时候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刚刚好五花三层啊 跟这描红 就是这次没炒糖色啊 整体的色泽 哇 哇 尘体色泽没有上来 哇 当然还是不影响啊 我这高超的厨艺发挥 尤其是对于五花肉 这火候以及滋味的拿捏啊 幸福啊 超级满足 这种软糯的口感 非常令我着迷 再来一半饭 这么好吃啊 一定要控制住自己啊 给我媳妇留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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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状态 像我这种未经世事的小男生啊 很难把持 我其实都不敢用力夹 一夹就碎啊 但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里边的这个横切面 哇 完全是静音剔透 这小油顺着这个肉皮的边 开始肆意流淌了 嗯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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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点蒜来点赖人菜超级快乐 再来一小块直接放到饭中 完美 接下来咱们再来一块 咱们把这五花给它夹碎 来点这个 来点麻婆豆腐 咱们荤素搭配营养美味 米饭必须盖 谁盖谁可爱 糟糟糟糟糟糕 咱们入去咱们的水 咱们吃到骨盖 咱们吃到骨盖 咱们吃叶子 它在骨盖店中 云然是 Phb 很美味的 对 很美味的 是 对 啊